剩下,人体的阳气会达到一年中的高点,外界属热焦阳,躲在体内的寒血,痰湿最容易被赶出来,因此下气氧肺,秋冬上受罪,非不仅掌管人体的呼吸,还协调辅助心脏,管理全身气机,血液,精液的运行,并且促进尿液和大便的排泄。 与此同时,肺炎非常焦弱,在寒气道来是往往第一个轮前,一,夏天是氧肺黄金期生下,人体的阳气会达到一年中的高点,外界属热焦阳,躲在体内的寒血,痰湿最容易被赶出来,对于已经有肺部疾病的人来说,相比寒冷的冬天,患者夏季感觉最舒服,是稳定期克服的黄金季节。 夏天养肺,也面临着挑战,吹空调,吃冷饮都会招来寒气,引起感冒或加重肺病,让肺功能进一步下降,形成恶性循环。 二,肺有八怕,一肺怕寒,肺温于胸腔,经络于喉,鼻香脸,寒血醉一经扣鼻青半肺,有发感冒等呼吸道疾病,反复如此,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,一引发慢性鼻炎。 二,肺怕热,中医奖肺为焦燥,他既怕寒又怕热,肺受热后容易出现咳、痘、气管炎、肺炎等症状。 三,肺怕臟,气候干燥时,一号伤筋印而伤肺,顾修记长进口鼻干燥,嘎克无痰等症。 四,肺怕过度悲,悲,悲,悲伤和忧愁都是负面情绪。 皇帝内经,记载,被则取消,忧愁者,气必塞而不行,说明或度悲哀或忧愁,罪易损伤肺气,或导致肺气运行失常。 五,肺怕污热,有害气体,肺为侵蚀之脏,但空气污染,七,二手烟,以及室内有害气体,厨房油盐和新装修房中的有害气体,不时伤害着它,导致心气不能吸入,烛气不能排出。 六,肺怕大便不通,中医认为,肺和大腔经络相通,大便通常有利于肺气下行,比如小儿患肺炎时。 六,如果大便不通,则热毒不能下泻排出,肺部的感染和咳喘会明显加重。 七肺怕药物损伤,药物是伤肺的重要因素,以药物性肺炎为例,轻眉素会导致癫伤,头痛,咳嗽,气急,胸闷,多胎等症状, 埃斯皮疗,布洛分等减热症痛药可能引发药物性哮喘,加安迭令,阿糖包肝等可能引起药物性被水肿, 巴肺怕基础疾病,如感冒,支气管炎,哮喘,肺气肿等。 这些疾病可不同程度,的加速肺功能损害。 三,三款苦肺药茶,一罗汉果茶,罗汉果干,凉,能清肥止咳,润肠通便,需要注意的是, 胃肠不好者不宜多用。 做法,取罗汉果五的巴克,去咳掰碎,用沸水泡后放凉饮用, 具有精热解度,化茶止咳,养生润肺的作用。 二次宝茶,这类茶性质较为平和,没有明显副作用,在人群上没有绝对的禁忌。 做法,卖洞十克,结梗六克,金银花十克,木蝴蝶三个泡水,能清肥润喉,生煎沥烟。 三十壶茶,用于滋印精热,有护肺的作用,它失重的人群舌太厚逆。 提味需含者,拉肚子最好在医生指导下服用。 做法,每天可取十克泡茶,有条件者建议煎煮后取水服用,以利于发挥药效。 如果经常觉得口渴,喉咙痛,还可用石壶泡水缓解。 铁披风凳是较雷名贵的石壶,无论选择哪种药茶,都应少吃辛辣,油炸及干燥的蓬化食品。 除了喝药茶,还可以多吃一些热肺的瓜果和食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